如今的随着市场可谓是百花齐放 有主打便宜烂大街的 也有主打高性价比 还有主打外观造型的 这位在我手上的 就是来自 Cooler Master 酷冷至尊的Master Liquid 360 Ammos 又名冰神G360龙影 而今天的视频就再来和各位分享 有关它的上手体验 首先来看看G360龙影的包装外观 包装采用了质感相当不错的盒子 打开盒子后可以看到整个水冷 外加配件的分配布局相当的整形明了 并且将AMD与Intel平台的扣具盒给区分开来 同时在配件盒上就打印出了相关的扣具安装指示图 这也细节我觉得还是有加分的 扣具的安装体验以目前其他主流水冷差异并不大 只不过冷头上的扣具是需要额外手动安装的 这点稍显遗憾 但整体来说扣具体验还算是比较简易的 其余的配件包括了一套水管扣子 一支散热硅子 以及一个支持ARGB Gen 2灯光特效的PWM加ARGB控制极限盒 最后就是水冷本体了 出厂就将风扇给安装上去了 这也算是跟得上主流的水冷操作 搭配的风扇是自家的Sticker Flood Edge 漩涡二代风扇 采用LDP动态循环骤层 厚度是标准的25mm厚 最大算数来到了2500rpm 同时风量与风压相比起上一代也是提升了不少 但是风扇本体的线材还是上古时期的PWM与ARGB独立线材 我其实不太想大力吐槽 但作为散热大厂的库仑至尊 我个人其实有一点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缺陷的 虽然我也知道油商有拼接风扇的设计专利 但我觉得起码能够做个短线串联 又或是菊花列一线通应该也是不会太难的 哪怕专门为这款水冷定制成一体式的风扇都好 而起码能够让我觉得你们有在努力改善界线的体验 但完全都没有就有点让我觉得不是特别用心了 不过撇开界线体验这一点 漩涡二代风扇不论是在性能、噪音、甚至是光效 我觉得都是一款挺不错的风扇 这点稍后再进行性能测试后再和各位详细分析 随了本体为酷冷至尊的自研方案 冷排同样采用标准的27mm厚设计 水港材质为ETPM 这套方案最大的改进在笨头一体的冷头上 采用了全新开发的双向级笨头 大幅度优化内部隧道的散热效率 同时寿命也大幅度的增加了不少 人多外观采用了酷冷至尊的六边形设计语言 以及非常耀眼的ARGB流光特效 我个人其实觉得这冷头外观算是比较独特与好看的一款 然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冷头顶盖 提供了自由化的3D打印设计 除了能够按照六边形的顶盖去设计自己的顶盖外观 还能够天马行空的大改顶盖外观设计 哪怕你真的难得设计 在官网的交流平台上也有不少玩家提供的设计图纸 这点让那些有3D打印机的玩家能够打造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水冷头造型 当然你也能够付费那第三方工作室进行打印 算是有别于目前市面上众多水冷的独特风格 介绍完了水冷接着就是来进行散热性的测试了 首先按照惯例列出本次测试的平台硬件 就是那一套我专门用来测试散热器的固定配置 但优移并非是多个水冷一同对比的很便宜 所以这次的测试稍微有点不同 我将会分别进行满载290W、320W以及350W功耗的FP23的测试 以及连续10轮的Cinebench R23跑分测试 同时还会进行全风扇满速状态以及低噪音状态下的测试成绩 此外我也找了一个陪跑的对手 就是采用第八代ASATEC水冷方案的ROG 用具龙神三代360水冷作为对比标准 在风扇满速状态进行AIDA64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30分钟后 G360龙影的平均CPU package温度分别于85、93以及100度的成绩 相比起龙神三代均有平均2度的温度下降 这个成绩确实有惊艳到我 切换到同一低噪音状态下进行相同的测试后 温差虽然相比起满速状态有所缩减 但G360龙影还是能有平均1度的散热性能提升 截至切换到连续10次Cinebench R23跑分测试 在满速状态下三个功耗场景还是存在1-2度的温差 切换到了同一低噪音状态后 温差依旧保持在2度左右 此外我也将水冷风扇同一替换成FANTAS追风者T30性能上 在同一满速3000转速下重复进行350W的测试场景 来看看G360龙影和阿萨带8代的水冷本体对比 在AIDA64 FPU单考30分钟后 G360的水冷本体依旧能够领先阿萨带8代1度左右 切换到10次Cinebench R23全合跑分 两者的温差依旧是1度左右 从前面的测试结果来看 我个人主观地认为 冰蛇G360龙影的散热性能 确实是能媲美目前主流阿萨带8代方案的 甚至存在略强的可能性 当然这是结合我目前手上的样品进行测试对比参考 所给出相对主观的观点 谈到本次测试各方面的变量 比如水冷本体的体质差异 以及微小的环境变量影响 实际参考价值我认为存在正负合计3%到5%左右的性能偏差 因此最终测试结果也仅够参考 再来给各位简单演示G360龙影的噪音演示表现 最后是它的售价与保修 冰神G360龙影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售价为999元 海外地区的售价则如屏幕所示 至于保修部分则是给到了5年保修 但不清楚是否提供肉业赔付的服务 这点还需要和客服询问清楚 坦白说结合性能与设计来看 这个价格确实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毕竟如今也有不少性能卓越 同时价格也非常有性价比的水冷款式供选择 但如果想要有更多的客制化和自由性 我认为G360龙影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当然你得有一套完整的3D打印机系统 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款水冷的价值 以及对于那些水冷款式选择并没有那么丰富的海外地区来说 这款冰神G360龙影的确是相对比较好的选择 至于缺点无非就两个 首先就是风扇的界限体验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认得觉得酷冷在下一代水冷一定要改善这个问题 不能再给玩家提供这种界限体验了 然后就是散热性能表现 虽然整体表现还不错 但相比其他T10级别的水冷 但性能我只能够给得到它T1到T1.5之间 当然也可能是酷冷想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靠的质量 所以选择了相对比较保守的做法 但作为用户或玩家来说 散热性能指标还是有不少人特别在意的 因此如果酷冷想要推出一款注意震撼市场的水冷 那么在散热性能调料上还是得更加激进一些才行 当然我个人其实是很开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近几年水冷市场可以说是越来越卷了 从一开始的卷性能卷价格到近期的卷屏幕外观 已经慢慢感觉新推出的水冷越来越投资化 因此酷冷自尊能够尝试先一条的路线 先不说受众多不多 吸引力大不大 至少是一个新尝试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就值得我们的Respect了 但酷冷也别忘了把性能给提上来 以及强化其他的体验 别忘了你可是老牌的散热大厂 对我来说我是希望能够把更多心思放在产品本身的核心体验上 而不是像隔壁某牌那样 那么多年一直吃着老本 我都快有3-5年没看到他推出像样的散热系产品了 酷冷自尊你可别走这条路啊 毕竟在我进入PCDIY0一长达20年的时间里 酷冷自尊已经是为数不多 至今还能够拿出像样的散热系产品的牌子了 希望下次能够从酷冷自尊里看到更多的惊喜 以上就是本事关于酷冷自尊冰神G360龙影 也就是Master Liquid360MM的上手体验分享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也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